由澳门电竞总会主办或澳门旅游局支持的2018新普京酒店澳门电竞嘉年华于6月16日至17日在澳门综艺馆举行。 在开幕式上,中联办宣传文化部部长万素成,澳门文化局副局长杨子健等嘉宾均有出席。 澳门电竞总会会长何佑军在致辞时表示,澳门电竞行业发展前景广阔。 这是澳门首届大型电竞盛会,即科技、电竞、娱乐为一体, 邀请多支国内知名电竞战队前来应战。 举行世界首次绝地求生刺激赛场现场比赛,同时还进行王者荣耀竞技赛。 此外,还邀请到著名演员于文乐、超模西梦瑶以及知名游戏主播及选手等带来精彩的现场表演赛。 希望透过此次嘉年华向社会推广电竞作为体育项目的积极意义, 为澳门和国家培养电竞人才,从而推动电竞产业的发展。